这个玉跟玉链子啊 我就好好奇啊 这个链子是怎么搭上去的 这里面没有一个痕迹 不知道是怎么穿上去的 这一条链子其实是一块材料制作出来的 一块材料呢就是没有这么长 它是通过设计计算它的多长 然后把这样一千一千这样搞出来 把它搞出来以后 一定要细心的把每一个黄鞋都做好 做好了以后才丢这个对折 这样来完成 那这个石头要很大才行吗 其实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块石头 我们里面切出一块 切出一块要留着一个好的地方来丢这个牌子 其他的就通过这样来计算来丢这些链子 我以为这个石头起码有这么大的 不需要 不需要 通过这样的计算要拉起来 通过这样拉起来以后就又就要把这个丢刻的 需要怎么丢刻的就精工来完成 这个每一个黄从大丢到小 哦从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下面细下面组 对啊 它不一样 所以这个难度更大了 那如果这块石头 那您在做的话也可以做成这么一个 可以 这个可以做几块 还可以做几个这个 对对对 那这个石头 如果来计算的话 这个可能又可以做三块 三块 差不多 就在一块石头里面 对 整个做成这么这么这么一个链子出来 是吧 而且 时间就比较长 是啊 还不能掉链子 对 是吧 哈哈哈 像这个链子 呃 到完成大概就是一个批 完成是一个半月 但是再加上一些细工 以后到 跟打磨加上起来也有一个半月 所以就有三个多月 三个多月 从开始到最后完工 是吧 就有三个多月才能够完成 哇 如果拿去市场上卖这个价值多少 价值观 我 我感觉这个就是大概是在十五万左右 哦 十五万 对 但是打磨出来有时候效果好 还可以再加上一点点 哦 对对 那这个人工所占的这种价值在里面占了多少 呃 大概是一半嘛 哦 如果这块材料十五万大概这个六子也是七万多啊 哦 哦 我们的人工也是大概就是 就是有一半的价值观在里面 嗯 哦 好